這麼多年當中 就好像 我喜歡啥都買 也不買好像晚了是不是都就是 但是吧 就花了幾百塊錢買衣服 還有時候能接受 你要上錢 那就這麼多 這怎麼啥說 夏天用上 因為咱們公司加息 沒那麼多錢 那你帶錢買上錢 也不是天就買 那一年買著上錢 那還有什麼 主要是冬天 冬天已經貴 對 冬天已經貴 夏天不貴 這二三買的就這麼說 就差不多 這個大哥能不能接受 可以 我先送你 完全可以晃 一向節眷的白大哥 對於張大姐愛穿這件事 也做出了讓步 很明顯能看出 他對張大姐的心思了 但接下來兩人聊到的話題 卻讓白大哥心中的希望 破滅了 那你家在哪住啊 我家在那個封家屯 幸福領地 多大呀 50.12 這小 坐得我得舒服 那住你這兒呢 所以我打算吧 我這房子賣了 又有房子 就上那兒住去 就 這麼打算 不是 這不行啊這 這房子能不能整個大一點的 不管是什麼事 我不是說我買一下 這幹嘛倒不是呢 就是我能住 能住能70平 一70平就行 我就想我這房子小 我這也小 就這點 你這房子行啊 你這房子多少錢 我這個58平 大姐就覺得這個小孩要賣呢 嗯啊 你看這房子怎麼賣 就是你覺得鄉中房子 嗯啊 我就心思了 我要真找一下 他有一個70平面 我也不說請這房子 啥都不是 我能住就行 大姐不同說 這房子必須是裡面的 他有很安全的 他不要那 他就想放大房子 他就想住個大房子 那 現在我目前嘛 還做不到 沒那條件 考慮再三 張大姐還是覺得 白大哥不是自己 要找的人